互相梳毛是黑猩猩社交生活的核心 这是一项令他们倍感愉悦的活动 长时间的友谊借此得以巩固 而新结交的盟友也可以借此进一步加强联络 但是对黑猩猩这样有心机的动物来说 还有别的方式去交集 在黑猩猩的手里 一片肉不仅仅是一片肉 它可以是一件礼物 以求对方将来能投逃报礼 当然它也可以用来确立一段战略性合作关系 这种有意识的操纵在人类社会中非常普遍 而且与人类社会一样 黑猩猩要向永远处在高处 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蛮力 当黑猩猩为权力而竞争的时候 盟友的作用非常重要 真正做数的是政治力量 群内的争斗很少会致命 但是当黑猩猩与外来者对峙时 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也许正是不同族群间的暴力斗争 促成了黑猩猩在智力上的重大飞跃